被非法关押了15年的北京法轮功学员 原中国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义务联系人王志文 日前刑满出狱后又被直接结识到了 北京昌平区的一个洗脑班继续迫害 他的亲属在他出狱的那一瞬间 抢拍了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让他远在美国的女儿王小丹不敢相信 照片中的王志文靠着以背坐着 头发稀疏花白 面貌苍老憔悴 显得很虚弱 王小丹告诉新唐人 这是他15年来 第一次知道爸爸变成了什么样 我看我妈给我发的这张照片 我就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老年人的那个长相 然后头发也没有了 我又仔细打量我爸爸的照片 我觉得他好像很瘦 因为他衣服好像都在身上挂着 裤子也松松的 然后表情是比较平和 可是你能从脸上看出来是经受过很多的 然后我还打量了他的手指头 然后他的姿势还有脖子 我觉得怎么变成那个样子了 王小丹透露 15年前他的父亲被非法判刑的时候 他从电视上看到 父亲虽然脱象了 但还是站得很直 看起来是一个健康的人 看到父亲现在的模样 他既震惊又难过 王志文曾是铁道部物资公司的工程师 他是1999年425和平上访中 会见中共前总理朱镕基 并与之交谈的几名法轮功学员之一 1999年12月 他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 被非法判处16年徒刑 后减刑一年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披露 王志文在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 因拒绝转化 他曾被戴上28公斤重的手铐 脚料 关键小号受罚 狱警安排包夹 轮班看管王志文 长时间剥夺睡眠 一闭眼就打醒 王志文的锁骨曾被打碎 包夹还在狱警操纵和减刑的诱惑下 用脚踩着王志文的手指 然后用牙签从指缝插到手指头里 十个手指全都插满牙签 心血直流 9月下旬 王志文曾突发脑穴栓 但中共当局并未因此而停止迫害 据国内亲人叙述 王志文10月18号从监狱出来的时候 脸部有点僵 嘴是歪的 脑袋很晕 什么都不想的那种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下 王志文被直接劫持到北京昌平去洗脑班 如今已经几天过去了 外界没有人能知道王志文的情况 王小丹非常担心父亲的安危 把我爸爸送到那里 那是不是他们会采取很多非常类似的手段 让我爸爸放弃修炼 改变他的思想 或者要写一些那种什么不修炼的那种书 保证书吧 所以这是我很担心的 因为我知道我爸爸他不会放弃的 就算是说遭受很多东西 他还是会坚持自己的信仰 那他现在身体非常的虚弱吧 我也不知道就是脑血栓的情况 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伤及他的生命 我会非常担心他的 他的人身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8月 北京昌平区洗脑班15年来 迫害法轮功学员总计有520人次 以知姓名211人次 北昌平区洗脑班迫害致死的至少有两人 被迫害致封的也至少两人 其中李淑兰于2003年3月被绑架到洗脑班 四个青年小伙子 强制给他灌了六个大把药片致封 现在生活仍不能自理 白香格于2012年7月被绑架洗脑 近15天就被迫害致封 往往都是由这个610啊 这样一个非法的机构来设立的 是所谓的什么叫法治教育中心 法治教育基地 或者是什么什么培训班之类 都是打着法律的旗号 但实际上做的是非法的工作 他们的人身自由都被非法限制 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书 也不履行任何法律程序 和这个拘留所 看守所监狱等相比 它更具有隐蔽性和这种不确定性 这应该说是目前中国大陆的一个毒瘤 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指出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 那么首先要做的 就是将法治教育中心或基地等洗脑班 通通清除掉 否则无法取信于人 陈刑狱等相比